把这些东西全部连在一起 你就可以拥有不需要科学上网的GPT4 并且目前可以免费使用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提到 由字节开发的扣子 可以提供给大家免费使用GPT4 居然有人说我是骗子 那么接下来我将用一分钟时间 通过这两个网站 来搭建一个不需要科学上网的 可以免费使用的GPT4 并且附赠一个Cloud 有请提示 搭建时 请保证网络科学 后需使用期间 不需科学上网 首先我们打开扣子 我们直接使用对话 来创建一个全知全能的聊天AI 并让它始终用中文回复我 创建过程大概需要30秒 耐心等待创建完毕后 就能点击跳转到调试界面 可以看到插件栏这边 它自动为我们添加了7个插件 包括网页搜索和绘图等等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可以添加更多插件 右上角的模型选择下拉框 看好了是不是GPT4 选择好需要的模型后 我们就可以对机器人进行测试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发布了 这次发布我们需要将它发布到 Slack这个网站 因为这个网站在国内可以直接访问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科学上网 直接使用GPT4了 Slack可以直接使用苹果 或者谷歌账号登录 登录后按照扣子的官方接口文档 一步步配置API ClientID 密钥等相关信息极权限后 就可以在Slack中值 接调用这个机器人了 这里需要耐心地按照文档一步步配置 在配置完所有的信息后 由于Slack可以在国内直接访问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关闭科学上网工具 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机器人 开始免费使用GPT4 好了 本次的游玩指南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